大家好,今天小猪佩奇一家要来超市买玩具 猪爸爸对大家说,我们到了,大家快下来吧 乔治、佩奇、猪妈妈、还有猪爸爸 佩奇看到这里有四种颜色的崎岖蛋 他选了粉红色的 乔治选择了蓝色的崎岖蛋 猪爸爸说,他要来选择绿色的崎岖蛋 剩下的猪妈妈只好选择黄色的崎岖蛋 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崎岖蛋 猪妈妈对佩奇说,这里还有一个死丸,你一定会喜欢的 叫我来把它买回去吧 佩奇非常喜欢死丸,她说好呀好呀 佩奇说,买了这么多崎岖蛋还有死丸 一起来扫描它们吧 蓝色的崎岖蛋 粉红色的崎岖蛋 黄色的崎岖蛋 然后是绿色的崎岖蛋 还有一包食丸 全部都刷好了 又回家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小猪佩奇的粉红色崎岖蛋里面是什么惊喜玩具呢 崎岖蛋掉出来了一个迷你的哆啦A梦 还有一只小猫 看,它们笑得好灿烂啊 小猪乔治的蓝色崎岖蛋里面会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组装的哆啦A梦 哆啦A梦的表情好搞笑啊 它的眼睛有两个红心 那你们猜,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猪爸爸的绿色崎岖蛋里面会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哆啦A梦的神奇药水 这里面还有哆啦A梦的秘密道具 这是空气泡 还有放大缩小灯 看起来都非常的好玩呢 猪妈妈的黄色崎岖蛋里面会是什么呢 原来这是哆啦A梦的时光机 这里还有一个迷你的哆啦A梦 它又做着时光机 穿越到未来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动手 做哆啦A梦的便式食玩 把粉末倒进水里面 然后通过搅拌 会变成三种不同的颜色 好神奇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样实现的 这里面有红色包装的粉末 和蓝色包装的粉末 还有一个哆啦A梦的小杯子 上面有各种各样哆啦A梦搞笑的表情 看起来好好玩啊 让我们先把水加到这条刻度线上 然后把蓝色包装的粉末倒进去 这里面的粉末是白色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搅搅拌拌 这时候水的颜色变成了紫色的 变成和紫色糖果一样的颜色 让我们来继续搅拌 看一下这个颜色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大家看颜色在慢慢地变化 颜色一点点从紫色变成了蓝色 太神奇了 这是蓝色的糖果 然后这是紫色的糖果 这个蓝色和乔治的蓝色是一样的颜色 接下来让我们来倒入第二种粉末 红色包装的白色粉末 接着溶液又会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让我们一起来搅搅拌拌 慢慢地从蓝色变成了粉红色 太神奇了 大家看 完全变成了粉红色呢 这和我们刚才的粉红色奇绪带是一样的颜色 那这是什么味道呢 让我来尝一下 嗯 好好吃啊 是葡萄口味的 那这个食丸会从此是变成蓝色 再变成粉红色 然后味道也是一级棒呢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食丸和奇绪蛋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玩的食丸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